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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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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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那有时候甚至会遇到一些交办的任务 是到底是要产出什么目标呢 跟怎么做其实都不知道的 都要靠非常多的时间去摸索 那工作成果被要求是 可能要交付的成果是要符合非常大的弹性 而且老板会要求说你要有效率 而且我们组织内的成员非常多元 非常多元的状况之下 他也希望我们就是要产出的一个成果 必须要符合绝大多数的人的需求 那某一天一个机会 Voro老师说 敏捷就是一个成长思维 好像因为这样子我找到了一个方向的感觉 让我从这样这个点开始呢 我就是想要更加去探索 到底敏捷的思维是什么 什么是Squam 能不能用在我行政管理的一个体系呢 好 接着呢 我就报名的一月份的这样一个学习的课程 当然课程中我们学到一个3355Squam的一个概念 这个我相信大家在之后的老师的课程中都会介绍到这样的概念 右上角一个Squam的一个概念这样的图 我想各位会一直不断的不断的看到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图呢 上完课之后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样一个循环 让我在脑海中其实一直不断的转这个 转这样的程序 怎么样去把它套用进去 怎么样去用 好 那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好 那学过了这样的敏捷的课程呢 对我的改变跟启发是什么呢 第一个蛋糕横切不如中切 其实这些一直都会在我们课堂中老师会一直提到 那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在行政管理个体系 我们流程常常来讲说是流程一个接一个 上上一个上一手做完换下一手 那这样的一个分工切割的情况会造成什么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本位主义产生 大家以各自的立场去做各自范围框框内的事情 忘了一件事忘了怎么样去跟别人交流 忘了跟别人怎么样去讨论解决一件事情 好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不如换一种方式 因为这样上各个课程 我也试着去执行 执行一个专案 自己把我试着把我的专案去做一些重新排列组合 怎么样去切割 或许把是不是把所有人都相关的 组织中的需求相关成员是不是都一起找来呢 大家是不是开个十五十分钟的会就解决一件事情呢 是的 确实是这样子 反而对事情的推进更有效率了 好 那增量式交付成果又怎么去运用呢 呃我们之前可能都习惯说一次性传统的是 户户式的户户式的开发 或户户式的这个专案的架构 可能习惯说做一次很缜密的一个规划之后 呃从头到尾的去做按照这个工序去进行 进行最后交付成果 可是结果呢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呃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顾客 所需要的 举例来说 我们之前在导入呃所有的系统 新系统的导入专案呃 呃我们顾问教导我们的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把所有的程序都规划好 确认好 开始楼起跑呃预计 本来预计八个月完成结果呢 过程中遇到相当多的阻碍 那可能是呃可能是开发的结果 或者说我们这个导入某一个模组的情况 不如原先的预期 可能中间过程中发生很多的变化 结果造成我们专案的大延宕 好 那那这样的一个成果我就会在思考了 经过这样的一个敏捷的课程的洗底 其实会思考说 其实话说回来 是不是 改成一个模组一个模组来进行 是不是会比较好呢 好 那迭代式开发其实套用我们管理上常用的PTCA 这件事情 就是不断的透过检讨循环来回修正交付的成果 就如同刚刚我前面提到的 是不是把它做切割完毕之后 一个一个模组来做完成 会是一个呃 会是比较顺畅 而不是说一开始全部起跑 可是大家的附和 大家不可能同时间做这么多事情状况之下 附和不了的状况之下 最后就造成这样的严荡 好 最后一个对我来讲印象比较大的就是 唯一不变就是变 虽然我主我在的是一个医疗产业的这样的行业 医疗产业说呃可以很固定 可以很按照政府的法规走也可以很不一样 当然因为我们的集团比较特别一点 我们除了医疗的领域之外 还有其他的可能是比较多元产业的一个其他的附属 集团下有比较多的附属的一些子公司 所以我们其实在HR的挑战就是什么呢 除了要应付医疗领域比较不一样 各类各类人员不一样的需求之外 还有我们必须要去满足一些呃更弹性的一些公司 以公司为角度去运营的一些机构和组织 那我们老板其实经常是在一个呃不断不断改变修正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组织下来要求我们的工作成果 那以前可能都觉得说啊好讨厌哦 怎么是又要变了哦 怎么三天一大呃怎么我们的组织可能一年改个两三次哦 可是话说回来你当学我们当学习的这个敏捷整个思维之后 我发现其实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好这个这个可能是一个为了快速满足我们的组织变化需求的 运营的需求一个呃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 好那接下来呢呃拿到了证照之后呢对我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开始 刚刚前面我回到我借用这个size match的方式来讲 我前面的工作散布呃我们前面提到的我的工作散布在这么多的领域 甚至有时候可能是不知道怎么要怎么去解决它 首先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整合呃经过这样的课程之后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手边上所有在进行中大小不等的一个专案 开始去把它搜集起来哦首先确认一下首先开始一个一个去确认说 到底他的目标是什么要达到目的是什么那开始进行所有的工作的分分列的排序 好那排序呃目前因为这个正在进行中因为我一月份才上完这个课程 所以我现在正在进行排序中好那排序中接下来我跟我的团队做一个排序的讨论 甚至跟我的厉害关系人啊老板啊我的顾客是什么呢可能是我的员工哦 可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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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部门的主管哦 有些甚至要跟这些主管员工去讨论说他们的需求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他们他们应该要呃应该要会什么 好那呃呃这个是因为我在预计要做的目前为止 因为还没有开始还在陆续在展开好那又回到那个 一个图来了那这个图呢一直不断的围绕在我所有 现在在进行的一个专案上好那呃呃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拿到认证就是一个 开始那接着还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好那接下来讲呃谈谈就是说呃呃 呃两天的课程他学习的些什么呢呃呃这个是因为是以我自己的角度哦呃呃 分享让大家理解那其实对于这个考试呃或多或少我相信不管怎么样因为我们从小到大都是一考试在度过这样的历程哦 但是实际上呢经过这样的学习其实会发现说呃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这么的呃这么的困难 好其实大家就是放轻松的去学呃呃课前的预习总体来讲其实大概花了百分之十的力气但是课前预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呃整个整理一下告诉自己两天的学习要开始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在这个两天的学习上好那经过这样的预习 那再透过模拟测验前侧前侧是一个很好检验自己的预习好能不能就是抓到这个对的方向那如果哪些不理解的东西可以趁着两天的学习过程好好的请教老师好那模拟测验当然是分两个阶段前侧经过前侧那第一天上完课之后又再经过第二次的测验第二次的测验的过程中呃 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减合第一天的学习成果是不是有有真的观念正确如果还不正确的地方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在第二天的课程中再次去厘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增强我们考试信心的一个过程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是其实百分之七十的力气要放在享受你的课程的旅程享受互动享受那个 很烧脑的一个过程哦那因为老师会带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呃观念的案例还有一些实战的经验那再者最重要的是就是分组讨论过程中跟同学之间的互动我们自己的小组成员是从一开始不认识哦虽然是我们视讯上是用视讯的一个学习一开始是一个不认识的可是我们到最后的学习历程快结束的时候其实我们呃我们不分你我大家可以自动自发 完全可以互补对方的一个呃没有办法完成的哦我们彼此就是达成一个非常好的默契其实就是一个是光的一个精神自我组织的一个团队那当然经过这样的学习过程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燃净毒当举例哦那其实就是呃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下其实所有的紧张都会随着跟着那个燃净土一样完全降到最低 好那甚至到最后呃有这样的经验跟信心之后呃直接我们我们那一组的团队成员其实在当天晚上呃11点前其实全部都pass这个认证通过了好好那呃整个的学习历程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其实就刚一直不断的这个左上角这个图一直一直 就是在脑中一直不断的在转哦好那呃呃对我来说整个呃整个敏捷的精神跟思维呢呃一直不断的呃给我很大的一个影响哦呃除了说我们以前的一个想法是用自己的思维去看我们可能现在就是说把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重新排序之后或许有一些是一个无用 好没有去价值的东西我们是不是就是把它直接就丢弃就舍去了好不要做一直收在这边我们其实想说一直想要把它做完实际上对我们的技巧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面对面的共通是非常重要的好当面的去说明清楚其实会比自己各自作业来讲会更更有助于事情的进展哦哦然后再者就是说呃我们不断也 就是这个跑持一个开放好奇的学习心积极探索以及不断的学习很重要的是呃懂得怎么样去分享跟帮助他人这是呃对一个一个Squad Master其实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跟承诺那我引用一个Roman老师他在书本上写的哦不知道他主要是负责是什么呢他就是what到底是该做什么那Squad Master他要做什么呢他其实就是对 在团队里办一个怎么做一个角色哦老师在课堂中会提到他其实就像是一个牧羊权的角色教练的角色去帮助这个团队怎么样走到正确的路上哦那以上呃对我来说是以上是一个我的简单的一个分享啊那不知道各位准备接下好这个使命了吗呃我相信各位呢一定可以透过这两天的学习呢可以呃顺利 在今好谢谢各位